雙送Couple 她們竟然要結婚了 就在之前 宋仲基還有宋慧喬 兩個人拋出了一個震撼蛋 宣布要在10月31號舉辦婚禮 這無疑是在演藝圈 還有粉絲的心中 投下了一個超級震撼蛋 可以看到臉書上 幾乎都被男粉或是女粉洗版了 但是不得不說 這個男神配女神 實在是太配了 組合是賞心悅目 宋慧喬說 其實兩個人一開始合作的時候 就非常合得來 後來聊著聊著發現 兩個人的價值觀是蠻相近的 而宋仲基則是特別跟粉絲澄清 說之前一直隱瞞大家 其實是怕影響到劇組 這一次不管如何 還是要恭喜恭喜囉 去年在香港出席記者會 宣傳韓劇太陽的後裔 這個時候就看得出來 兩人的甜蜜互動 拍照時的宋仲基時不時搭在宋慧喬肩上 也偷偷摟腰 不像一般朋友之間的情侶行為 其實韓國媒體透露 他們在拍攝期間就對對方互有好感 還曾在劇中戴同款式手環 直到殺青後才開始正式交往 從年初就陸續爆出兩人出入的消息 一月在日本東京被韓國滴社拍到 兩人進出飯店上下車都在一起 但當時並沒有公佈照片 可能是顧慮到兩人以結婚為前提交往 想要替他們保護戀情 也怕掀起太大輿論 直到結婚聲明一出 低攝才公佈照片 其實宋仲基在拍攝太陽的後裔 動作細時意外受傷 心情十分低落 但依舊富商敬業演出 就怕連累劇組進度 這個時候還好有宋慧喬在他身邊 給他很大力量 但宋仲基的爸爸 似乎對這位大四歲的媳婦有點意見 認為兩人姓氏相同 年齡又比男方大 但兒子喜歡 父母也沒辦法 不過宋仲基母親則回答很開心 選擇力挺兒子 宋慧喬和宋仲基也都各自發表聲明 兩人都有對粉絲致歉 宋仲基跟大手筆砸下台幣 約2.9億元買下豪宅 很可能是為了結婚前提做準備 而他的超級好友李光珠 還在IG上PO文說 這些都算什麼呀 讓網友笑翻 不過以他和宋仲基的超好交情 相信一定早就知道這個好消息了 TVB的新聞 龍鴻昌立指揮綜合報導